最新消息带您关注尾巴冲突 一辆以色列坦克金船炮击埃及边境士兵 埃及军方表示有好几名的士兵因此受伤 而这一起炮击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上周日 埃及军方发出声明表示 边境士兵遭以色列坦克炮击造成多人受伤 尽管士兵们受到的都是轻伤 以色列军方也发出声明 强调是误伤也已经展开调查 但是这起事件已经让很紧绷的以埃关系再度紧张